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9月17号 夜晚的桑普论症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youtube patreon每个月定额付费 看我第一个youtube的留言 最后一个行里面有讲到subscribe patreon的方式 希望大家除了免费之外 更希望大家能够每月定额去支持 也希望大家利用这个super thanks function赞助支持本日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段片 看完这些广告 我们今天讲的就先 美国大选讲了很多集 我们都会继续跟进下去 去到明年1月20号之前 美国大选一定是一个很热门的议题 甚至在10月11月的时候 更加有所谓日本的大选问题 美国日本的大选牵动了台湾的地位 和台湾的政治 我们当然在台湾里面关心阿民哲 是不是关心这个 就是这个立法 院 即是国会的开议 宪法法庭 会不会被国民党搞坏 甚至无 除了阿民哲之外 罢免这个谢国良 基雄市 市长 以及涉及到 很多的 国民党的贪污 等等 这些东西 我们会继续跟进 我们会在台湾节目上讲清楚 而且近日我都讲到 賴清德 似乎走一条 和蔡英文不同的路线 如此同时 美国日本的大选更加重要 牵动到香港各位 的这种安危 而且 美国与日本 如果 比 是实质上 比预期中 更加 对于中国 对于习近平强硬的话 分分钟整个国际地缘政治 格局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 可能是不可逆转的 但如果没有改变 那结果就可能继续在 这条 虽静的道路上 牛皮一段时间 究竟会怎样发展呢 我想 上帝会指引我们的道路 无论是 好与不好 我们都要面对 而所有的抉择 都是人去做抉择 人的自由意志做抉择 我所讲的 只不过是我清心直说 讲出自己的想法 今集呢 我希望讲一些 与中国有关的 讲中国的 未必点几率那么高的 但我想讲这些 起码对于 很多人 了解中国 是紧紧紧紧要 我在后面的半部 会讲到 关于一些经济方面的 重要的表现 但是更加重要的地方 是对于毛泽东 的幽灵 似乎 继续 两单新闻 都是与毛泽东有关的 不是搞个人崇拜的问题 而是以前 是清 以前 涛心涛肺 支持毛泽东的 这个宋彬彬 他有很多名字 宋彬彬 毛泽东次名 宋耀母 然后海外的 宋岩 岩石的岩 都其实同一个人 这个人 就终于 死了 怎么说终于死了 不会说过身 先游 是因为他 是活着的 很多人说 人死为大 呸 这些余法的 余表法里的 一些所谓的想法 简直不知所谓 希特拉死了 毛泽东死了 这个 邓小平死了 怎会人死为大 人死落地獄 是不是 宋彬彬 也是同样的例子 有没有真正的 忏悔呢 这个就是真正的问题 曾经是中国文革期间 红卫兵领袖的宋彬彬 传在9月16日 离世中年 77岁 宋彬彬曾经在文革期间 为这个毛泽东魔王 带上 受着红卫兵三个字的寿章 而文明 当时他要大黑汗大点兵 于是乎 入到天安门广场 宋彬彬 亲自为卯助使 带上红卫兵的寿章 当然 这位宋彬彬 是相当 是一个兇手 是一个杀人犯 他晚年对他 中学副校长 辩仲宏的死 公开表示 忏悔 引起社会争论 而这个忏悔 是不是真正的忏悔呢 今天 X平台出现了宋彬彬 离世的消息 宋彬彬的父亲 宋彬琼曾经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手下 曾经出任要职 当然这些全部都是 做他的奴才 然后宋彬彬是共产党高干红二代 文革期间 宋彬彬就读 北京师范大学 女抚中 并且成为红卫兵的领袖 他响应文革运动 1966年6月2日 率先在学校贴出大字报 攻击学校高层 即基本上是 斗校长斗老师 开始了他就读的 北诗大女抚中的文革 时任该校 党总支书基 兼副校长 变中皇 就在一车学生发起的 游行批道当中 被嘔打折磨致死的 死亡非常惨 变中皇 是成为了 红卫兵运动中 第一个 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揭开了暴力运动的罪魔 之后呢 令到宋彬彬扬名于爱的 在1966年一场 毛泽东接见 熊卫兵的活动 在城楼上 不是城楼广场 城楼上面 宋彬彬为毛泽东 戴上了 守着 熊卫兵三个字的手章 熊卫兵 就是毛泽东 问他的名 他答复 宋彬彬 宋彬彬 毛泽东就问他 找这边边的边吗 宋彬彬说是 毛泽东 就回复 幽胡嘛 要武 武力的武 于是宋彬彬 举名 成为宋彬彬 其实这些全部 串好的 找哪个人 戴什么章 每个对白 其实都是精心保持过的 当年8月 《光明日报》发表全名 宋要武 括弧宋彬彬的 《我给毛主席戴上红奏章》的文章 随后 《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文章就说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天 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奏章 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 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起来造反了 我们要武了 从此之后 宋彬彬成为红卫兵运动暴力 和混乱的符合 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举措 并且要 没有 传递出支持暴力运动的政治信号 不过 宋彬彬所代表的红卫兵很快就失势了 1969年 他前往幕内蒙古的 石林国立盟的蒙区 之后插队下乡 这基本上跟习近平的情况有点类似 72年 他进入到长春地质学院 成为工农兵学员 这基本上都是被人 被人奴役 75年毕业 当时都没有文革结束 80年 文革终于结束了 宋彬彬以刘鹤为名 移民美国 记住是移民美国 这个之后呢 他还改了名字 不叫彬彬 不叫妖母 就叫宋彬 彬石 彬 他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在2014年 稍后会和大家说 当时他和 其他红卫兵 在辩重云的半身仗前 国公公 公开表示 忏悔与道歉 网上可以找到宋彬彬的道歉传闻 他这样写的 请允许我表达对辩校长的永久悼念和协议 没有保护好校领导 是终生的伤痛和傲悔 各位 是不是就是 保护好呢 他写的东西是什么 他就是说 没有有效阻止 没有保护好 欠缺基本的 宪法常识和法律议识 当时根本没有宪法 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议识 这个就是 没有保护好 没有一口阻止 即是 方俊生被丁蟹打死 一锤一锤被丁蟹打死 跟着丁蟹的道歉就说 我终生道歉 是我没有保护好方俊生 是我没有有效阻止 方俊生死亡 即他基本上是觉得 他自己是没有善进保护的责任 但是他不承认自己 杀死变重王 丁蟹不承认自己 杀死方俊生 明白吗 这个就是他的所谓道歉 这所谓廉价的 扭曲的道歉 就是希望改写历史 宋彬蟹说 文革是一个大灾难 一个国家 走向怎样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他从来都是说一些 松毓蒙的东西 然后他说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 伤害过老师和我的人 他没有说自己 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 伤害过老师和我的人 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 求得原谅 达成和解 他要的是和解 但他有没有承认他杀人罪责 没有 他的道歉 随即引起关注 有些人藐视接纳 不过很多人认为他道歉太迟 为什么 1966年 所做的事 所杀的人 2014年 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拿来道歉 而这件事 忏悔 太迟 忏悔引起很多 争论 你说的东西 完全是 打拆边球的东西 没有直面你的罪责 变中文的丈夫 王晶瑶 对此发表声明 强调在真相大白之前 不接受虚偽道歉 王晶瑶在2021年 即三年前的8月29日 去世 终究未能等到杀妻兇手被验情 普陷终身药 大家知道1966年8月至9月 即红8月的时候 北京有将近1800人 或者更多 遭受到红卫兵 和其他激进者的攻击之后死亡 很多残废 甚至没有 瘆了线 或者是酬禁 或者甚至没有 是 完全流离失所的 不堪入目 也都不计其数 至今文革是 中国未能够言明的禁区 没有人 可以说文革是一件坏的 你说这件事的话 再说十年号劫的话 一定 会被很多网警压制 所以这一场 大家知道 宋彬彬变宋耀母 我级毛主席 带上红袖章 这个地方 我想经历过文革 比我年纪更大的人 就会更加清楚 而宋彬彬的道歉 基本上是不值一提 那么 附带一提 香港也有很多 评论人去到外面 有一些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说 在台湾有一个 在外国有一个 在台湾的一个 以前 到现在都是说 在他有在的地方 所有的势力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同样道理 在台湾以外 另一个香港评论人 他所做的就是 挑动出 很多不同的人的矛盾 抹黑不同的人 抹红不同的人 我想说的地方就是说 他们这帮人 被宋彬彬 还要恶质 还要歹毒 还要无耻 还要钱格 还要卑鄙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他们 连廉价的 虚伪的道歉都没有 虚伪的道歉可能达成了目的 欺骗性很大 想搞和解 大和解 和解的屁 但是有些人 连虚伪的道歉都没有 指责他的人 全部都是 共产党人 共亭 共产党人 红的 他是正气的 反共的 所有对付他的 不对的人 就是说他不对的人 全部都是 处心积累 帮共产党做事 这种这样的态度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海外 我希望大家要正视 只有真相能说话 最招是最根本的问题 比如宋彬彬有没有杀死变仲王 整件事的罪责是什么 这么久以来支持毛泽东 支持毛邓江胡乍 他不反共 也不真正道歉 所为何事呢 今天你不折地反共 灭共 想赌共 你所说的都是多余 而有些人打着反共的旗次 而所做的事 根本上是跟共产党 没有分别的时候 又请问 如何得到人家的 原谅呢 而今天 宋彬彬 死了 这个 十年前 他希望人家原谅 基本上都是一个 虚偽的道歉 起码都是一个廉价的道歉 而且不值 我们 觉得认同的道歉 但有些人 连这个 虚偽的道歉都没有 继续 一条黑路走到底 所为何事 大家 希望大家 要明白 我才不开名 我都知道 他说想要利用 8月 9月 或者什么 我们要做一个 大的风暴 要将所有批评 自己的人 全部 起个 朝天 将我们 全部两个朝天 起了他们的底出来 做一大堆的图 他将所有 大部分 香港的评论人 全部插手 就像那个魔鬼 禽兽 那样去看 看待 这个跟 瘋子 那样的分别 今天 这样对待 评论人 基本上 道歉都没有 而且 变本加厉 一条黑路走到底 网军成群 一人 主宰 这样的情况 是什么情况呢 我记得当年 是不是 亦都有 某个电台 很多的人员 被他这样搞 搞法 我都知道 所为何事 守法何在 我就说 等他继续作恶一段时间 有些事要让他充分暴露 Let's see 但我就说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这件事 是不得善忠的 如果閣下想我继续评论这件事可以说 但我觉得 他不要浪费我 做评论的时间 因为他觉得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绝不公平 我希望大家 搞清楚一件事 事实之一个 今天 他所犯错的那件事 没有取得授权那件事 真 还是假 有 还是没有 有犯错 还是没有犯错 没有违反民事法律 还是没有违反民事法律 这件事是最根本的问题 不要转移焦点 然后转移焦点 就是他们最喜欢的 比如宋彬彬喜欢转移焦点 就是要和解 我保护好 其实他会违避了他杀死变重王 他是共同正反的 这件事 这件我们很基本的原则 没有人为他自己杀人道歉 我承认自己杀人的道歉 那真是离谱 如果真是有犯错的 简单的 认错的 过了去 没事 没有人会在深究 但今天 如果一条黑路走到底 我可以这么说 我准备好有更多 一些重要的wordings 重要的phrases 召唤给大家 去对付一些这样的人 我看他可以乱到哪个时候 我timing 我看他究竟搞到什么事 我时间多着 我身体健康 我看他怎么样去处理 OK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要明白 好了 不长期了 继续讲第二单毛泽东的故事 深圆春 雪 大家知道 北国风光千里冰峰 万里雪飘 这些就是他当时讲的 数英雄人物 黄汉金招 那些 这些这样的 学这个什么苏式 申气贼这些词 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讲得很俗的 就是 有一个讲法 一代领导人 一代天骄下 毛泽东 就是 的深圆春说 被一名 中国网络发名为 作家李南峰 的网友 发表文章 批评他这首 所谓的词 在两宋时期 就是不入流 随着 作家李南峰的真实身份曝光 是中国国企的干部 引发了 这个中国网民的 要求严惩 中国国企的干部 部份媒体就分析作为中共党员干部 李南峰 风光千里兵风万里雪飘 就很俗气 山武银舌 原词纳杖 就是臭字数 这样的词句 放在两宋时期 只是说是下品 或者是下下品 我就说 连品都没有 是没有品 它是一种 自负 矫情 垃圾的 打游词 打游词 文章发布之后 在网上引发更大的争议 而中国网民痛斥 这个诋毁毁人 你看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得性 不要再跟我说 什么中国人 什么 我诗词歌赋 唐宋 唐宋元明清 充满文化的中国人 最威胁五千年文化 充满文化的生命力 又有道德又好 什么都好 建筑又好 美食又好 什么都好 全世界最优秀的民族 我们最重要的 志强 最大 最劲 这些所谓的法西斯 就是这些 大中华教的老根的东西 德意志民族 日耳曼民族 认为自己自己 最厉害的 现在 看下 十四亿人 就灌输这些狼奶给他们 认为自己中华民族 这个虚构的概念 中华民族是最厉害的 接着一讲到 藏人 打他 低B 我们汉人最厉害 讲下讲下 就是十四亿人 自己认为自己 中华民族 继续 黏着 接着 就说 我们最厉害的了 你骂我们的领袖 等于不敬 削弱我们民族自尊 一定要严打 这个就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 不是Trump 不是JD Vance 你搞错了 真正的法西斯主义 就是中华之忧 明白吗 如果大家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中国一定要碰的 我们最厉害的 我们要捍卫我们的民族的 说真的 你凭什么去捍卫 而这东西 那种 卑贱 那种cheap 什么是cheap cheap 我都不可以说 这个就是 垃圾 什么是cheap 悲战 简直是 全世界有目共睹 就是我可以这么说 今生不做中国人 我希望好好做 离山香港人 好好做台湾人 我今生不做中国人 我说过 你看看这些 全 那么多的网民 痛斥这个 作家李南峰 是诋毁为人 不是一个半个 很多真心的 引用毛泽东的诗词 小小环球 有几个 苍蝇碰壁 汪汪叫 几声凄丽 几声秋一 还有 土豆 又消熟了 不须放屁 是看天翻地覆 是不是 这些不是诗词 这些是垃圾 打游诗 还有中国网民指出 深圆春雪的内涵 意境非常丰富 评击李南峰的偏颇和主观 缺乏对伟人的尊重和理解 另有中国网民 在左派的网站 红歌会网 发表批评 说李南峰 贬选 深圆春 说 这个真正容易 在侮辱毛泽东 透露贬书毛主席 联姻祖宗的作家居然是国企书记 必须验证 不经过中国网民 人欲搜索 李南峰原名的李安辉 河南人 1987年出生 毕业在华中司法大学中文系 现任中国交建 交通建设 中国交建第二行务工程局 其后的建筑公司 第一党支部书记 他还是中国 新闻攝影学会会员 湖北省的 私持学会会员 武汉舍作家协会会员 基本上他有一些文学跟强 直斥毛泽东的不是 我觉得这个李安辉先生 是好样的 OK 当然 中国新闻攝影学会 915 立即官网发布公告 说李安辉近日因为严重违反 学会章程 影响恶劣 经学会主席团 表决通过 取消他的会员资格 警告李安辉 不得以会员身份 或者名义从事任何社会活动 而港媒 星都日报 有些人认述分析人士说李安辉本是中共党员干部 预料他将会因为上述事件而受到处分的 所以这个 毛泽东1936年 在窑洞里面写的以 深圆春雪 基本上是 一堆垃圾 OK 45年10月 他由延安 去到 重庆 谈判 将诗作抄录给 诗人柳雅子 随后刊登在重庆各大保子 广为流传 这诗诗成为毛泽东的名作 编入中国教科书 可能有朝一日 香港那些 公经社科 中文教科书 要读这首词 垃圾词 这个就叫中国文化的桂宝 垃圾 OK 所以看到在这个字下 习近平字下 中国出现了什么 什么状况 你看到很多的问题 就算有些人 想去批评一下 政府的 说 言论有些 给大家有自由的 有法制 建立法治 讲一下这些说法 都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 近来经存55岁的副所长 朱恒鹏 涉及网易中央 被严格处理 连下使得经济所的所长书记 其余副所将全部撤换 借此清除余读 以前在邓江湖年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 在某种程度上 都可以给你少少的 不同的意见 但现在 民主是个好东西 都不可以说 你这样说法 是不是 低级红高级客 借股奉金 利用这些东西 隐藏着一些 不稳定的因子 现在 习近平之下 不得说 先在2006年 当时是江湖时期 爆出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中心副主任陆建华 犯下间谍罪 紧接着2009年 社科院的日本研究所 副所长 金器德 又向日韩出卖情报被捕 这些老屈 怎么都说到 总之要屈他们 两大案之后 中共对于社科院全面正宿 再没有任何事故了 换言之 铁统江沙 全部做帝王尸 哪个帝王美欢 将来整走 目前兼任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经济所的副所长周 刚刚说的 朱恒铭 疑似批评中央引发人事大地震 他了解朱恒铭 近几年来主研究方向 公立医院改革 医疗保障制度 就是很多东西 刚刚说过 言论自由 和法治制度 引发上层的震怒 一搞 8月22号 裁定看到 经济所所长的上级王群慧 党委副书记职务被免除 由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所长 李雪松去接任 而经济所的党委书记副所长王利文 就和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 拱云 对调职务 经济所另一个 副所长职务 就由科研局副局长宋宏去接手 你看到整件事 知道 要露珠政治忠诚 其实说到尾 不准妄议中央 什么叫妄议 就好像国安法23条法 没有定义 说你妄议 就是妄议 I mean it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除此之外 中国经济 刚刚一开始节目时间都说到 出现很多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 中国国家统计局 经济活动正在放缓 8月的工业产值 是下跌 增幅下跌 零售额也下跌 新房新房的房价全面下跌 如果你说 7月是跌 0.65% 8月再跌 0.73% 二手的楼价 跌得更惨 7月跌0.8% 8月跌0.95% 这些全部有水分的 还要国家统计局公布 实际情况之后 比较更差 OK 这个还未包括国家补贴住房的 这个数字 70个城市的数字 而大家看到 中国人 其实他们的消费 彰显到他们很多的情况 你看过李国伦在推销 华为的三接手机 基本上这个三接手机 基本上都是一个 刺探工具 你买所有华为的产品 全天候监控你所有的声音 影像 三接就是无死角 我告诉你这个绝对不应该买 我再奉献大家一句 如果 你在用华为手机 看着这个节目 或者你拥有 另一部的华为手机 放在旁边的 我想跟你说 两个大字 绝交 OK 请我在里面 我未发现你之前 滚出本频道 你不是离开 是滚出本频道 你不配听你的节目 你跟李国伦 去揽在一起 我不需要你这些广告的 收入 我做这个节目 你真是为了赚钱吗 有些人真是为了赚钱 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 希望跟志同同在一起 讲这么久了 你还有一部华为手机 你不吃屎有什么用呢 你不死有什么用呢 都说这件事很基本 你买iPhone 你买Samsung 你买其他的东西 你买Nokia 都好 我都觉得合理 你再买什么 华为 中国的手机 Sorry Get out OK 中国人都识货了 都买iPhone 全系列 iPhone16推出来 9月20号 那么很快会推出 天猫网站 预约总量破百万 苹果官网 其实基本上是 崩了 基本上 个个涌入去抢口 连中国人都懂 你还在买华为 听李国伦 你不死有什么用呢 我不会就你死 你死不死都没用 那你说 还有 中国也是经济 最大的问题 是将会实施 漸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漸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 没钱 如果你不延迟退休年龄 那你的养老金 被人都涂空了 那怎么保 保不了仓 今天先骗鬼吃豆腐 骗 都有一个过程 这个情况只是 开始的政策 然后越过几年又骗多次 过几年又骗多次 希望将方言的冲击力 每次减少 用漸进式方言的地方 来做这个所谓 漸进式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拉长 那这次是怎么样呢 说2025年的1月1号起 你会用15年的时间 将男性的劳工 的退休年龄 由60岁 加到63岁 即到时候你做事 不准不做事 不要躺平内卷 到时候你才有 可能 去拿这个退休 退休金 即是养老金 让我讲一下 养老金的问题 先将法定退休年龄 男性劳工 由60岁 改到63岁 要用15年时间 慢慢改 说是这么说 大干快想多快好省 共产党说的数字 你真是会信 就是过多余 如果有些地方 能够用5个月的时间 但用5秒钟的时间 一定得到中央的清来 所以大干快想多快好省 女性的劳工 有些是50岁 有些55岁 就将她 由50岁变55岁 55岁变58岁 用15年时间 你信不信15年 15秒也可能 OK 另外 这个就是法定退休年龄 最关键的基本养老金 何时给 2030年1月1号开始 2030年1月1号开始 习诸堂死了都不知道 2030年是争反中死了 2030年1月1号开始 花10年时间 将劳工的月顶 基本养老金 最低缴费年限 15年 去到拉长到20年 是什么意思 你法定退休年龄 你要拿钱 看你交足多久 啊 如果你已经交足15年 现在可以 其实能不能得到都不知道 15年可以落 现在要拉长到20年才可以落 那是什么意思 如果有些已经退休 但是未达到年份 我只是交了15年 怎么办 然后呢 就会 将你未付的钱 一次会付 那你就拿回你的退休金 其实能不能得到 是一个大问题 你以为这样 一次过付 或者延长 缴费 之后延长缴费 基本上 退回分期 给 之后呢 你打算拿回整个退休金 你能得到才算呢 说真的 拿不拿到呢 我说你拿不到 你再 你不是很简单 你拿得 到时候又跟你说 我们分批 即各种的骗述 令到民怨 基本上是一种可控的状态 人人气有希望 个个无把握 之后 韭菜 个个个 人矿 个个彩 这个就是共产党一直的手法 别说言之不如 中国政府每年要用社保基金 保在两兆人民币 两万亿人民币 超过80%用在支付退休公务员的养劳金 退休公务员 每个月领回8000人民币 其他的非公务员 3000元 如果真的有的 是这样 现在公务员的薪水都出不了 五分之一出不了 你不要再说退休的8000元 那你的非公务员更加不重要 站在 党国的立场 保住公务员团队是重要的 8000元人民币 你不是公务员 3000元人民币 而他们可不可以拿到呢 行 都说你 延长退休年龄 基本养劳金的最低缴费年限都要增加 可见 这件事 不是开玩笑 共产党正在那里 溃烂中 那你为溃烂速度 有几六三婆 他什么时候才死 什么时候才玩完 Let's see 我想这个过程是需要 好几年时间 如果 习近平继续让 猪头飞 这个情况可能会加速 如果 美国大选 我都说过 特朗普当选 而且实施对中国更加强硬的政策 那我相信 他的速度会加剧 而这种时间会减短 否则 时间会拉长 OK 某程度上不可议 除非 美国突然之下出现一个新的哈林顿奥巴马 甚至哈利斯 想做一些税症动作 解除对中国关税 结束科技战 甚至 口讲 Lip Service 的反共 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或者下面很多暗流涌动 很多桌底交易 这个情况其实是税症主义 投降主义 我们最担心的 美国不是今天才有 这种思想出现 从基辛格到克林顿奥巴马 去到希拉利 去到拜登 都有这样的痕迹 当然你说是不是完全对于共产党是采取一种 完全虚准的地方 也没有 既有竞争 又有合作 这个合作当然不是气候变痴这么简单 很多商业的利益在里面 军工综合体 商业的利益 华尔加集团深层政府和中共的一些 高层的互动非常多 所以我们看回 这个情况会怎样继续呢 一个问号 另外 自杀成风 30日内 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辞职和自杀潮非常多 甚至很多人捨起金饭会 中国黄金的集团的董事长 盧俊 太平洋 受险的董事长 潘彦雄 中国银行的行长 刘金 折商银行的行长 张荣心 交通银行行长 刘均 重庆银行的行长 黄智恒 和这个 招商证券 副 总裁 洪开 全部都是 要提前退休 比如有一个 海正药业的董事长 沈申虎 国药现代集团董事长 董曾河 和总裁 这个连万勇 个个都要提前退休 为什么 为什么 走 第一 上面逼 第二 自己想走 你割我狗财 我割你和青 OK 我自有方杀 可能先五鬼运财 把钱搬出去 跟着走 有太太 或者子女做太空人 跟着走 所以你外面见到 在美国的 在欧洲 在英国 加拿大 见到的中国人 其貌不扬 纷纷着就是这些人的家属 然后等着这些人 割共产党的和青 你以为割我狗财 你以为采我人矿 我割你和青 这个就是 哥班今天公公官的说法 而大家 闻到一股风 也都觉得 这个斗争在所难辨 瘋的习近平 而有些人 跳楼死 中信银行的 副行长王康 北京银行的 副行长韩毓 中铁建筑的 集团的董事长 等等的东西 刚刚 韩毓王康就没有跳楼死 他们都辞职 但刚刚中铁建筑 的 这个 集团的董事长 陈 奋建 奋斗的奋建 康的建 陈奋建 突然跳下来 瓜老陈 所谓何事呢 这些情况是什么呢 你死 你本来是这个 中铁建筑集团董事长 是作为 代表 他这个人头来的 你帮有些高官集团 代刺一些东西 就好像我们看过 沈栋的红色轮盆里面 讲的故事一样 很多做 所谓的董事长啊 那些人 全部都是 人头来的 他没有权的 他是帮一帮家族 代辞 他的股份的 好了 现在要清照这些家族的了 那么觉得 你死不了 我死了 你自己跳楼 那 我们家族会赢你的 保你家人的性命 那 你死了 把我们代辞的协议全部撕到烂了 今天我们可以 完全没关系 人家 习近平要清我的 都清不了 剪断你 整死你 益你家族 给你安家费 那你死了之后呢 那 那给不给那些家属安家费 就不知道 讲真话 都没有任何道理 要给他安家费 拜拜 可能会这样的 尽于你死 上面那些红二代 官二代 富二代 不用死 这个就是方法 所以这个是 搞肉机 屠宰场 我就说 谁靠近共产党 你要进入了这个 搞肉机屠宰场 这个动物农庄 其实最后 每个人 都不能行免 神事某时 都会面对这个问题 你在那个地方能够行传 最后当这个党国体制破灭的时候 你的性命 在转型正义之下 全部翻出来 你们一个一个 进入了历史的 耻辱博物馆 你的财产被充公 你不破灭 那你一直 一世人 和你的家人 活在惶恐中 这个搞肉机 屠宰场 人矿 韭菜的地方 不只是割你的 荷包的韭菜 是你的人命 都可以没了 所以我就说 远离 苦悦 方保平安 我经常都这么说 你可以说 留在香港的人 是有他的目的 有他的初衷 苦难共同体 一起去撑这边 牵地命 但是站在大局 和你个人的立场 你个人的利益 和整个大局的观点 来看 离开 才是硬道理 离不开 当然有千百种理由 能力 财力 心力 和在外面的 不安定 风险 不确定性 甚至我会觉得 之后怎样呢 怎样围吃呢 我知道很多人有很多的念头 但是事已世易 现在的情况 我只是说 香港 和中国的情况 是每方遇下 短期内 不会逆转 希望大家有心理准备 由这个心理准备 活下去 希望大家平安 我不希望大家每一个人 有任何的损伤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我们希望守护着这份 希望 以及信念 继续走下去 这才是我最大的祝福 祝福大家 今天中秋节 团圆 美满 幸福 快乐 明月 几时有 把酒 闻清天 不知 天上 公缺 今夕是何年 又恐 瓅流 玉 高处不胜寒 喜武龙清影 何此在人间 转珠湖 低以角 罩无眠 不应有恨 何是偏向别是悦 人 有悲欢离合 悦 有阴情缘缺 此事古难传 但愿人唱狗 千里拱禅娟 我真是倒背如流 这些词 才真是词 起承转合 波浪式的一种心境 全部看得很清楚 好过那些什么深渊 什么北国 冰封 什么 所以我就说 好地读文学作品 好地读文学作品 这些中国语 懂些什么 我真是很不明白 我希望大家 都学会那套东西之后 我才有资格去批评这套东西 是不是 你说我不了解中国文化 我非常了解 所以我才有资格去批评这些东西 那你们说的东西 你热爱中华 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些文化呢 我希望这些大中华家 有深切的反省 OK 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次再见